算是優秀的運動員難免身上會有大小傷 但學習怎麼和傷痛和平共處肯定是門學問 在女網團體的思強戰當中 中華隊奮戰了六個半小時才贏球 其中包辦單雙打的謝淑薇和詹詠然都是功成 其中謝淑薇更是連打兩掌 讓人好奇體力怎麼這麼好 因為我最近單打的狀況 也就這兩年打得比較少一點 所以我就也是只能盡力 那我知道說不小心第三場的話 可能也是我們兩個要配 那我們賽前其實有討論 因為他打三個半小時 我們是想要讓他凶食我們拚明天 但是想一想如果 因為我跟好奇沒有配過 然後我跟景緯也是很久沒有配 那我們很擔心說 就是討論過後永蘭他還是說他下來了 所以其實今天 我就是花瓶的角色 那工程是永蘭 這場勝利更難能可貴的部分 是兩名選手都戴傷上陣 詹詠然更在第一點單打手盤 就感覺大腿不太舒服 緊急申請治療 教練團也一度很擔心 他能不能繼續比賽 還好永蘭不但撐了過來 雙打參加也沒有問題 也獲得小味稱讚 是贏球的最大工程 對啊 因為其實就是 昨天那不舒服的感覺又回來 然後就是其實 全身都有點沒力 腳也沒力 然後就整個肌肉緊起來 然後想說趕快請防護員處理看看 因為就是怕再這樣子下去的話 就是怕後果沒有辦法挽救 所以就想說趕快緊急處理一下 看有沒有機會 謝淑衛和詹詠然各自在職業場上 有出色的成績 特別是雙打領域 不過這其實只是兩人生涯 第二次打董比賽 也讓人好奇 究竟教練團是打得怎樣的 武力算盤 我覺得就是在第二點打完之後 然後教練團跟所有選手 都有一起開一個算是小會議吧 然後我覺得教練團就是 當然他們是希望 我能夠跟舒威一起上場 因為畢竟對手也是派 剛剛打兩個單打的選手上場 那其實我們剛剛跟他們才剛打完 比其他選手都還要了解他們 那如果派其他選手再上去的話 怕會浪費一些優勢 就是去了解他們 那我覺得其實今天就是 也是尊重教練團的決定 那我覺得今天能夠贏一下 這場很重要的勝利 我覺得還蠻開心的 因為其實八件事就是 攸關於有沒有派對 那我覺得今天還是 就是能夠贏一下 這一場是非常重要的 技術和詹詠然都是有天分 也很認真苦練的選手 但從小一路在網球路上 或多或少有點餘量情節 亞運開打前 就為了個人賽女雙的搭檔事情 鬧得有些不太愉快 這回兩人拋開雜音專注比賽 在過程當中也不斷地溝通打氣 成為球迷欣賞比賽之餘 又多了一個有趣的討論話題 以上是亞運採訪團在韓國人 穿坐的採訪報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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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